在今集開始之前 希望看到這條片的朋友 你可以用一兩秒時間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作對我們的支持 各位好 又到了長毛教室了 因為早前我們吃燒羊肉 有些羊肉剩下了 為了不要浪費 我們會做一道比較簡單的菜式 我們會用自製的Fino Patry 包著羊肉 我們會刷絲 今集我們會做酥皮羊肉批 為了令酥皮羊肉批可以更加好吃 我們會用上次煮好的羊湯 用去熬成羊汁 然後拌進羊肉 加上其他材料就包下去了 現在就去熬成羊汁 剛才羊絲慢火滾起之後 然後用來慢慢等它減少 現在滾了 我們轉為小火 讓它減少 為了令味道更加濃郁 我們會加一個大匙的Rosemary 讓它一起減少 這樣可以一邊吸引 一邊減少 也可以另外加一大匙的Mint Mint 不要加太多 因為它味道會很搶 加一個大匙的 就讓它一起減少 我們就減少到大約三分之一 或者它是稠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拌進羊肉一起去熬 現在的羊汁差不多了 我們就關火 然後放一個西 將它裡面所有的草莓 全部夾出來 現在這個羊汁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把一放開它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個Brown Wu 給羊汁 首先加牛油 大小火煮開它 千萬不要煮太多 牛油差不多溶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麵粉 我們麵粉和牛油的比例是1比1 可以做25g的牛油的話 我們就會加25g的麵粉 加完麵粉之後馬上攪勻 先把牛油放進去 然後可以加大一點點火 然後現在 現在的麵粉已經變成Brown Wu 我們就可以加奶 煮這個的話 我們記得一定要一熱一凍 如果現在這個麵粉是熱的話 那就一定要冷 割完奶後,攪拌均勻 煮到Bashamel Sauce要結身 現在Sauce開始結身了 我們就可以加上剛才的洋汁 先關火,把洋汁倒下去 然後攪拌均勻 然後再開火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加一些黑胡椒 把洋汁倒下去 洋汁就完成了 那時候我們一樣要過一個篩 以防止有些麵糰或渣 味道都掉出來 過一個篩後,醬汁就會更加滑 就可以了 接著要先拿好 接著要做洋肉的餡料 洋肉的餡料就會用到粟米 但粟米方面要留意 我們是要圓粒的粟米 一粒粒的餡料 不是這一款的 因為它是兩隻 我們不用Creamy 我們會用這一款 那現在我們就來處理它 我們就把洋肉擦絲 擦絲有幾個方法 一你就可以用手撕絲 另外就可以擦 這樣 一邊捉住另一邊擦 這樣也可以擦絲 但一定要順著肉的紋理 去擦 要不然就會變成肉醬 就是這樣 我們先擦 最後我們會再準備多半個紫陽蔥 紫陽蔥是帶有一點甜的 沒有白洋蔥那麼厲害的味道 還有水落會多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也會用紫陽蔥 紫陽蔥我們會先拿半個 然後四分一個我們會切絲 這個做 side dish 四分一個我們會拌入餡料 增加味道 那就是內餡所有材料 讓大家看看 現在我們先做內餡 這樣吧 因為這次材料比較多 我們就會用一個鑊 我們就用牛油炒 牛油用完之後 就先下 紫陽蔥 和紅洋蔥 我們先炒香了 紅洋蔥和紫陽蔥 要用晚火炒 因為它們都會出水 把洋蔥和紫陽蔥 之後我們就下 冬菇 因為冬菇都比較吸油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補一點油 把洋蔥和紫陽蔥 當冬菇開始乾淨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馬蹄 因為馬蹄會出水 所以我們會沾一點水 把洋蔥和紫陽蔥 也可以加上薑菇 然後粟米 加完粟米之後 就可以加上洋蔥 然後把洋蔥 加上鹿 然後我們會再加上鹿 鹿 鹿 加上鹿 鹿 然後馬蹄 醬 加上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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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鹿 鹿鹿 然後把牛油拌勻 然後讓它冷凍後再用 先讓它冷凍 然後我們會做這個調味料 我們會先作用牛油 我們會用一塊牛油 然後用牛油面層的油份來用 因為底層的白色是奶 所以牛油是奶加牛油 但我們只需要用上面面層的油 所以我們要慢慢作用牛油 先把牛油溶液已經做好了 我們盡量不要用它 你可以用時間把它拌勻 然後我們會用牛油溶液 塗在瓶蘿紙上 然後放羊肉 如果用這個模子 我們用這張就直接塗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先在中間放一半 大約一個位置 切開一半 一塊待會留在用 我們首先在這張瓶蘿紙上 塗完整張 然後把剛才切出來的一半 然後把牛油搭上去 搭上去 搭完之後 再在上面再塗一次牛油 因為它現在皮和皮之間有層油在這裡 這樣就會形成了類似酥皮的效果 用之後 拿一個模子 將一堆拌勻 放進去 千萬不要太大力折進去 因為它始終都是薄身 很容易穿的 然後把牛油搭上去 然後把牛油搭上去 就算不適合的話 它也會黏在一起 所以盡量平 我們現在先把牛油搭上去 然後我們就加入我們剛才做的 羊肉餡料 放進去 加到大約七至八成左右 就可以加我們這個 冷到它變成啫喱的gravy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做的羊肉gravy 然後把牛油搭上去 加在頂上 加約1至1.5克就可以了 之後就把牛油搭上去 摺完之後 拿起它 盡可能封掉所有露出餡料的位置 如果有些真的黏不到的時候 就在旁邊塗一點牛油 就會黏起來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一個 但如果覺得真的很困難 如果真的不夠寬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就是薄長它 薄長它的話 然後我們就會在旁邊的位置 塗一點點牛油 然後黏起來 之後一樣 整塊塗上牛油 塗完之後 我們就繼續平貼 如果這個是切口的話 另外那塊就不要用切口 砌下去了 就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薄長了它 因為現在已經長了 我們可以收一收 先摺進去 之後 這裡塗一點牛油 再摺進去 慢慢摺進去 慢慢摺的過程之後 你會知道凸出了多少 把那些 剪掉了就可以了 到最後了 我們就會在上面 塗這個蛋黃 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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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上去 pred時間 蛋黃 塗向蛋黃 塗魚餅的原因是 要熟 born 塗壓近 一定會滋 handy 嫩 塗完第一層後 放入冰箱冷藏10分鐘 再塗第二層就可以直接入爐 先放入冰箱冷藏10分鐘 最後就可以拿去烤焗 為免它黏在底下 塗少許油 塗完油後 小心地放進去 放進去後 再掃一次蛋液 在頂上 掃完之後就可以入爐 烤焗的話 開上下火 烤它15-20分鐘 烤到表面的顏色變成啡色 之後就完成了 現在可以出爐了 已經烤了25分鐘 表面的顏色是啡色的 有一個是爆了的 因為烤焗的時候 皮會縮小 縮小的時候 黏得不好 就會流餡 這個就是反面教材 這些其實可以聽到 骨殼是脆的 下面教我們就可以上碟 上碟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底部 是脆的 我們要慢慢慢慢拿出來 千萬不要急 因為你一堆穿了 它裡面的汁就會流出來 這裡就是用我們剩下的燒羊肉 來做一個酥皮羊肉批 這個就可以讓大家復活節的時候做了 希望大家喜歡 下集再見 拜拜 這集也差不多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詳細直譜 我們會在Facebook專頁上 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上去查閱 另外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作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